我覺得柯瀚 最後勢必要又有一戰 就是勢必一戰 柯瀚勢必一戰 這一戰它的範圍 可以是廣義的 可以是狹義的 狹義的就是說 柯文哲跟韓國瑜 都成為2020年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兩個人就要去參選 而且要贏過對方 看誰當選 會有人失敗 這是狹義的柯瀚勢必一戰 但廣義的柯瀚勢必一戰就是 柯文哲跟韓國瑜 韓國瑜講這個話 兩個美女在對抗的時候 美女都是受關注的 因為是美女 而且美女喜歡被關注的感覺 或許 有的美女不喜歡 但是我是美女 我被關注的時候 我發現我對面也做到一個美女 很多人也在關注她 到底是她被關注的更多 還是我眼神突然就透出了惡毒 就是我不可以讓她壓過我 現在北科南韓 就是台灣的兩個政治明星 都是市長層級 都被賦予要選總統 然後剛好民調 都是總統民調當中的前兩名 這種時候彼此 就像我常常講的金字塔 當你還是站在市議會 被王世堅備詢的市長 跟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你們可以視為一個團隊的 你可以當他是長官 他可以當你是部署 可是等到往上走到了 金字塔的頂端的時候 就像朱立倫跟王金平也是一樣 過去也不見怎樣交惡 可是現在只能選 只能有一個總統提名人 總統提名人最後只能有一個 總統當選人的時候 金字塔頂端只能站一個 孤風頂上就是只有孤我一人 這種時候柯文哲跟韓國瑜 就沒有辦法再跟過去一樣 那樣水乳交融 他勢必會以戰 我為什麼講廣義 就算韓國瑜最後沒有選 這有很多排列組合 等一下我們會好好討論 就算韓國瑜最後沒有參選總統 可能是朱立倫 可能是王金平 他能不在這一局當中有角色嗎 這些立委們難道不要韓國瑜 像鄭世維 像謝榮這些 這樣子請你來我的場 幫我站台 幫我拉台的 狀況不會發生嗎 不管韓國瑜選不選都會發生 柯文哲同樣也是 柯文哲現在面臨的問題 是他沒有黨 雖然說現在的這個版本一 叫做柯文哲 4月基金會6月阻擋9月登記 這個是可行的一個方向 可是未必會是最後的方向 因為柯文哲他的身邊跟他在談 如果你要選總統 我們現在是假設要選總統 如果柯文哲要選總統 看起來是會 我覺得九成會 他的基金會成立有錢 阻擋有人9月再去登記 因為我已經阻擋好以後登記了 這是一種方法而已 另外還有一種方法是 不阻擋直接訴諸 所有在台灣的客粉 成立網路的群組 然後再直接授權簽 這個聯儲書的時候 我們大概28萬到30萬左右的 聯儲書就可以了 可是上次他有一次 組了一個LINE的好朋友 後來有個資法的問題 就中途放棄了 這一次可以捲土衝來 在填這一些 我支持柯文哲的選總統 聯儲書的同時 也授權他可以成立 最後他就 他目標不會是28萬 30萬 他目標一定是百萬 百萬挺科幣 然後他就會有一個 類似100萬的黨 黨員的黨 因為他每次只要在網路上面 一公布什麼 這些人會一起動作 我們去哪裡 他就會一股勢力 然後最關鍵的點 我要跟大報告就是說 當柯文哲阻擋之後 他的優勢在於 他的國會可以有席司 未來可以有政黨補助款等等 可是他略是在於 他很難在陳思雨事件之後 不去思考 柯文哲是一個強品牌 雖然現在有更強叫韓國瑜 可是我的次品牌 我的下面的這些分公司的代言人們 沒有辦法直接吸收到 我的人氣的情況之下 陳思雨事件就會發生 所以與其阻擋提我的候選人 倒不如去吸收藍綠之外的候選人 甚至是藍綠候選人 如果國民黨不是韓國瑜出來 或許會有一些地方的 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他未必要跟柯文哲對幹跟交惡 特別是民進黨 民進黨如果出來之後 是蔡英文覺得他不夠強的時候 甚至他可能會跟柯文哲 同時結合站台 所以不提出政黨跟政黨的 這個部分區域的提名人 甚至是區域立委 對柯文哲來講 或許反而是一個 藍綠當中夾身存的 總統參選方式 所以中開網這個報導的 4月基金會 6月主黨跟9月登記 他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柯文哲目前我所了解到的 他真的如果要選的話 或許我剛剛講的 第二者反而會更可能 回過來看韓國瑜的部分 韓國瑜基本上 因為316是關鍵 去年的Slogan叫1124滅東廠 今年還在韓 因為正好國民黨的 這四個立委補選 正好有四個號碼 都是1號1號跟2號4號 所以1124滅東廠還在滅 1124滅東廠 現在還在滅 另外還有一個新的Slogan叫做 關鍵316徵招韓國瑜 因為關鍵316這一天 如果鄭世維跟謝龍介 真的可以因此而贏的選舉的話 大家看到 這一次韓國瑜是親自跳下去浮選 那就會出現兩個問題 韓國瑜自己可以去檢視 柯文哲沒做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柯文哲的這個代言人 陳思宇沒有贏 但我的力推力劍力浮選的 謝龍介跟鄭世維當選了 所以證明我的影響力是可以的 他可以自己去檢視 我是不是有足夠的能量挑戰這一局 那是韓國瑜的立場 但是觀眾朋友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 所有在台灣73個選區的 國民黨的立委區候選人們 他們也要看 我明年要選舉了 誰當我的母雞我更樂意 誰更強 所以如果316關鍵這一天 鄭世維跟謝龍介都贏了 所以我才講說那一天是關鍵 不是說那一天國民黨中常就 韓國瑜因為輔選有功我們就 不是 徵召得還要往後走 到6月底 而是這一些參選人們 包含可能現場的 邵婷跟彥秀 要選立委的 就會去想說 我至少我也不會排除 韓國瑜選總統對我來講 不會是壞事 這一點就會有更多的 這一些立委參選人們 會去觀望 韓國瑜選總統 是不是對國民黨更好 周錫瑋所提的 那個二階段的 那個討論度 跟期待值就會更高 這是柯文哲跟韓國瑜的 勢必一戰 因為我們談到國民黨 到底要不要韓國瑜 那關鍵在柯文哲會不會選 如果你們大家90%都認為 柯文哲會選 如果你們對的話 那就韓國瑜 那還要討論一個 那你都認為說柯文哲不會選 那韓國瑜就不用了 我沒有講柯文哲不會選 但是他要選非選不可的 意志力已經在走下坡 已經在走下坡 國民黨就麻煩了 現在我們討論各種 包括本人替國民黨的建議 保受攻擊 柯子仁昨天也罵我 王鴻偉也批判我 我在吃八糟的 假裝假罵我 等一下李彥秀也會罵你 好 我就接受 因為這些二段式的初選 或者有門檻 或者避免換柱的重演 或者這些有的沒有的防磚 一大堆 這個都是併發症 唯一還有說主席 主席親身出門去拜託他 這也 你們也罵我 所以這個根本違反人性 好吧 好吧 這個都不要 我講唯一的辦法 解除這些麻煩 解除這些病發症状 你又想出新辦法了 很簡單 韓國瑜去登記就好了 那不是跟你原來的辦法一樣嗎 韓國瑜去登記 原來就是這個辦法 韓國瑜去登記 為什麼韓國瑜登記不好 他就是很多人就說 你對不起 高雄人 你的正當性有問題 這個三言兩語就可以合理化了 譬如說現在是一個 我現在都已經幫他 有一點起了一個草稿 應該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代 我韓國瑜做了一個 不平常的決定 我決定參加黨內初選 因為是萬一黨需要我的時候 我不願意提早 變成局外人 但是如果我不再被需要的時候 我隨時可以退選 那我韓國瑜成功不必載我 但是台灣不能失分 黨國不能失分 這樣講得好不好 好聽不好聽 他會不會得罪所有 在第一階段初選去登記的其他參選人 因為我去登記 然後就照規矩來 我甚至所有的競選活動 可以比你們低調都沒有關係 這個有算得罪嗎 這個人在公平的基礎上 我韓國瑜不可以選舉 我韓國瑜選舉了 就得罪四個太陽 這個理論站得住 一點都不 大王你在政壇這麼久 怎麼還這麼出事 大王如果他去領表 四太陽就會講說 這是合理的嗎 才當兩個月 我跟你講 韓國瑜的聲量更上去了 現在韓國瑜就是碰不得的 你知道嗎 你修理他 對 所以大家不敢表面上講 這是合理的嗎 現在只有柯P敢這樣子講 其他人在心裡頭問 這是合理的嗎 那些都是怕他的 那些都是把他看成對手 但是贏不過他的人 才有這種情報 都是這樣 都是贏不過他 我也羨慕 我有一天也是跟韓國瑜一樣 這個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這是令人羨慕到流口水的程度 所以這個韓國瑜他一定 韓國瑜不像大家想的 他現在很多網民在我的網站都講說 他如果去登記了 那他第一名 後來不需要他了 柯文哲他退了 他說我可以不選 我現在高雄 他說天下有支持我們 大衛在望 我在退嗎 我認為是這樣 我認為韓國瑜是被人家拱的 或被人家求的 或被人家拜託的 他可以退 他可以退 他不必然非選 到底不可 但是如果你們大家講東講西的 講他的合理性講的 他說他 我好 我來登記 他需要退嗎 他就不需要了 你們想好 你想好 你知道嗎 你說他想進就進 他想退就退 他來去自如 不是 退沒有人罵了 有人退 而且不是像洪秀柱當年的退 洪秀柱的退 跟韓國瑜的退是兩回事 洪秀柱是大家全黨都認為 他贏不了 而且會敗得很慘 所以你換柱 麻煩就一大堆 韓國瑜如果在初選民調遙遙領先 然後說看情勢 好像成功不必載我 那我就好好回去做高雄市長的話 這種退 我請你誰會罵 你取一個名字 國民黨有人會罵嗎 民進黨的選戰訴求就給你打說 國民黨不推最好的人出來 他們推了二軍 你們要投二軍嗎 你是在替民進黨做文宣嗎 這一招很差 你知道嗎 國民黨就說是 是啊 我們的二軍都很有信心 我們何必需要一軍對不對 這個一點都不難 所以你柯文哲不要指東指西的 去攻勞韓國瑜的動向 你看悶心自問 你現在到底有多少決心 你到底有多少把握 你想你自己就好 你不用去抓政頭 去別人 我覺得現在困境是在柯文哲這邊 我們來一旦 選哪一下 電視的小月 我們去推測 wil Studien 請怎麼 我們來找一個 打他們 told你 我們來找一個 我們來找一個 一個人 我們來找一個